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是老掌柜 在今年年初 睡神灵克发布了两个重要的怀旧游戏整合包 分别是红白机终极档案 以及SFCMD终极双雄的这两个模拟器整合前端 这两套作品不但完整的集结了对应机种的游戏 以及汉化改版作品 另外更是以全中文的方式将界面与游戏列表进行一体化 再加上简洁的界面 优美的卡夹图案整合 以及详实的游戏内容相关资讯 受到怀旧玩家们广大的推崇 而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 是由社团内的另外一位大神 将这两部作品加以整合 形成一个综合三部作品的单一模拟器前端 其内容不但完全继承了 瑞神宁克所有集结的作品 另外为了更符合繁体中文玩家的需要 也进行了相对应的繁体中文化工作 所以如果您在今年年初 没有下载到这两个怀旧整合包的玩家 请把握这次机会 左手进行下载的工作 另外如果您在年初 已经有下载过这两个整合包的同学 那由于内容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如果您觉得原始的组件 分开执行过于麻烦 您想要集中 又或者是您有繁体中文的需要 那么您也可以重新来下载 这一次的懒人包 在这里我们特别感谢瑞神宁克 以及社团之中这一位大神 替怀旧玩家所进行的整合 懒人包的下载位置 一样留在影片说明区之中 另外解压缩密码的部分 各位也可以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取得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进行 懒人包的安装以及补丁的更新 那由于这一次要下载的档案有点多 所以在档案下载完成之后 请各位同学跟我一起检查 您下载下来的档案是否有缺失 首先第一个部分是懒人包的部分 压缩档案总共分成1到10 那在这里呢 我们要跟各位同学特别报告的是 如果您等一下在解压缩的过程之中 发生了压缩档错误的情形 请你先不要急着重新下载 这一次的懒人包压缩档 有自带5%的错误补证资料 您只需要透过WIN RAR 本身附带的压缩档修复工具 就可以将压缩档修复完成 那除了这10个懒人包压缩档之外 您还会获得一个补丁的压缩档 以及游戏简介影片安装路径的可执行档 在确认您总共下载下来的档案是12个之后 接下来请各位同学针对怀旧档案大合集进行 解压缩档的工作 解压缩完成之后 您就会得到我们右边视窗 这一个怀旧档案大合集的资料夹 我们将它开启 开启之后 请各位同学直接执行 怀旧档案大合集的可执行档 那进入模拟器之后 各位同学就可以看到 您的模拟器整合前端 不管是游戏卡带的显示界面 或者是模拟器的控制列表 都是以繁体中文来作为一个呈现 那再确认模拟器可以正常开启 以及游戏列表 都是繁体中文显示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 补丁以及影片插件的安装 请各位同学关闭模拟器 我们回到下载档案列表这边 将我们的补丁压缩档进行解压缩的动作 解压缩完成之后 你会得到一个补丁的资料夹 那请各位同学 将补丁目录底下所有的档案 覆盖到怀旧档案大合集之中 那在进行覆盖的过程 系统会询问我们 相同档名的档案应该如何处理 请各位同学直接选择 取代目的地中的档案 档案覆盖完成之后 我们的补丁就安装完成了 那请各位同学 再一次的回到下载档案的目录 在下载的档案目录这边 我们执行游戏简介影片 安装到巴拉巴拉的 这一个可执行档 那系统会询问我们 插件要安装的目标资料夹 那各位同学请注意 你不要直接按下一步 这个插件自放的地方 是讲规矩的啊 怀旧档案大合集底下的GAM1S之后 我们就可以按确定 接下来按下一步 系统就会进行影片插件的安装 插件安装完成之后 恭喜各位同学 模拟器终于安装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开启 白旧档案大合集的可执行档 那由于我们刚才已经进行了补丁 以及对应的插件安装 这个时候你在选择任何一款卡夹 它右手边都会出现 游戏影片的展示动画 那在确认补丁以及插件 都有正确安装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模拟器的设定 我知道这个频道的主题是小众 我也明白愿意花费精神 去设定的人不多 但我仍努力记录 在实测过程中的点滴 并转化成巨细迷遗的心得分享 如果觉得本频道的影片 对您怀旧游戏的旅途上有所帮助 每个月只要一杯咖啡的钱 就可以协助本频道走得更远更久 而您的赞助也将使本频道 在选题方向上有更大的选择空间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 模拟器开启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睡神宁克 非常贴心的帮我们整合了一整个游戏的界面 与红白机终极档案一样 所有的游戏都以卡夹盒的形式存在 并且由于我们已经有安装了展示影片 所以在画面右侧的游戏展示框 也有成功的显示我们的展示影片 在这里为了读取方便 我们建议各位同学 将游戏名称的文字予以放大 请选择上方工作列的界面设置的按钮 选择标题字体大小 在标题字体大小这边 我们将它设定成10 那透过游戏字体的放大 你要确认游戏就更加的方便了 那另外由于这边搜入了非常多的游戏 各位同学可以直接利用 左上方关键字的功能 来进行游戏的搜寻 不过由于目前的游戏列表 都是简体中文 所以在使用上 请先转换成简体字以后 再来进行搜索 另外如果各位同学 有遇到喜爱的游戏 您可以直接在卡夹盒的图案 点滑鼠右键 就会出现一个快捷选单 您可以在这快捷选单里面 将游戏设定成喜爱 或者是隐藏 另外在这个直选单中 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各位同学可以依需要 去加以选择 那接下来我们直接开启游戏来测试 选择启动阿卡斯冒险 游戏启动之后呢 它会直接的开启模拟器 并且进入游戏 那为了要让游戏能够顺利游玩 我们一样要进行控制器的设定 请各位同学选择选项 选择设置 选择控制器 而在控制器这边呢 作者已经有帮我们预设键盘操控了 不过为了控制方便 一般我们都会外接摇杆 所以在使用项目这里 我们将它设定成摇杆 接下来选择右方设置的按钮 那系统的下面就会出现一个对话框 询问我们你的方向键的上面要对应在 摇杆上的哪一颗按钮 请各位同学直接按压你十字钮的上 接下来问下 所以请各位同学一步一步的进行按钮的对应就可以了 我这边快速的进行一次 全部设定完成之后 请点选套用 接下来按确定关闭控制器的视窗 您的摇杆就可以完全的操作游戏了 好那进入游戏之后呢 我们快速的进行一下测试 人物不但可以用摇杆正常的移动 攻击按键也可以顺利的发动 那这样子模拟器它就完全的正常运作了 我们MD的游戏先测试到这里 请各位同学关闭模拟器的视窗 接下来我们选择左方超级任天堂的夜迁 那在超级任天堂这边呢 我们一样开启一款游戏来进行测试 在这里呢我们一样选择冰封 我们选择启动冰封 那刚才呢我们是使用控制器来进行操作 在模拟器的预设值之中 作者已经有帮我们将键盘进行摇杆键位的对应 那接下来我们SFC的游戏测试 我们试着用键盘来进行游玩 所以我这边不进行控制器的设定 按Enter等于开始牛 好名称可以正确的取 我们选择end 好游戏的操作没有问题 即使你没有使用摇杆 你用键盘也一样可以直接进行游戏 实作进行到这里 就可以验证 这个绝世双雄的懒人包 是完全可以正常运作的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内容 各位也赶快来实作看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